陳先生說你怎樣看航運股的前景呢 他就拿了三隻 2343 太平洋航運 316 中國海外 和1308 他說這三隻應該怎樣選擇呢 1308我想向來都不是太建議 因為時間點不對 因為在航運股很好景那段時間 即是疫情之後 大約是上年的5、6月份後 1308你會留意你看過月線圖 在疫情前 其實公司股價走勢是很強勢的 這個是月線圖的 大家想要 長升長有的 跟其他航運股相差很遠 當然它也升得很急 它也是由10元的位置升上來 也是升得多的 但對比其他航運股它升得沒那麼多 一個原因它的股值向來是高出很多 所以航運股一定不炒這隻 這隻是求穩健的 但我想今時今日你求穩健 就不是買你的股份 這些股份一定是進取的 你求穩健一定是買中移動的 如果你説買航運股一定會剔走這隻 相反地你說博另外的 因為正在做的事完全不同 一個是做一些集裝商 一個是做公安散貨 我會比較偏好做公安散貨2343 但問題是說 看看日線圖 這些位置走來追 3.7、3.8 派完息 出業職前才3元而已 你現在走來追的話 人家升得差不多接近兩成多 是 那是否做一個調整 一、兩成你很願意去接收 是 所以這些我們強勢 我們要看好股份 如果你慢了這些位置可以怎樣追 分注買 還要分三、四柱去買 我覺得沒問題 甚至最好其實分散投資沒有壞 你做到分散投資 其實航運股這些位置都慢了 只能夠分散 即是你可以先做到分注級納 分注級納這隻 你再可以分散一些 2343、1919或者3.6這些分散 那些沒問題 3.6做不到分散投資 太大處 如果你是1919和2343 可以一起做分注級納 再做分散投資 做散運安全 那做不完 以一隻計的話 就選擇2343 因為2343 我喜歡它就是透明度高 你看到波羅的海干三波指數 你看到小零電營船的運價指數上 每天推出的 當然也會有背後 但你說在集裝箱上 一個星期才推出一次的數 而且是內地的數 透明度相對比較低 所以你說2343 是今年你當的首選 這一刻也沒變 但現在3.7這些位置買 就很尷尬 因為上次吹了雞 吊上去買都是業績錢 我們說你不買也好 起碼是業績前一天去考慮 問題充滿上升去兩次 現在這些位置只能夠分注級納 另外兩個優勢就是 第一就是比起那些全部做內地的航運業 即2343太平洋航運 一個corporate governance 投資界一向都覺得比較好 其實這個就有保留 其實純粹因為在航運股上面 你沒有什麼選擇 其實在企業本智上等等 海豐國際一定是1308一定是好很多 但問題就是這一刻你要的東西 就是追求整個航運業 是一個很暴利的狀況在這裡 為什麼1919比較慢呢 因為我們最害怕的狀況 就是他們賺了很多錢 但根本就回饋不到給股東 10送三紅股 其實賺到的錢 就是自己公司落反 最終就是回饋不到給股東 資金就不肯去買了 但是相反你233也有很好的派息價特斯 他賺多少派到50%給呢 那個股息回報率 現在說的可能還有10里左右 是 是 價值投資則向上 是 所以我這樣說 如果你說論管治上面 或者公司規模上 其實太平洋航做了很多小隻的船隻 是不同的優勢 只不過天時地利 人禍 就是現在航運業 整體的供應真的很緊張 也說這些船上 不像砌LEGO那樣 不夠船就砌布出來 1919年近期也有簽了 那些大的船隻在訂單上面 也說到2025年才能夠下升 是 所以短線的供應緊張 我們在接駁就是供應緊張的狀況 仍然是保持著 是 預料運價仍然持續高期 那這些公司只要有一個 很穩定的派息政策的話 那就可以說股價再向上提升 好啊 這其實也是 一切都沒有 我感想讓你 感谢观看